这位美丽的女士 什么东西啊 今晚 我是你的专职司机 你在搞什么呀 不用了 好 大龙哥 怎么这么晚了 你还在这儿工作 你说呢 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 都得完成啊 这些东西 不是小王的事吗 我给你做了 人家现在是领导 人叫咱做咱就得做 知道吗 你是我见过 做一阵劳人员的 是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啊 我经常问我自己 当初决定来到地球 是对还是错的 你就别研究这 是对是错的问题了 行吗 你要是再这么熬下去啊 我告诉你 就真回不了你这个行程 我不像你 不愁吃不愁穿的 我还得挣钱养活我地球上的媳妇呢 不是 你少了啊 我也是靠自己本身吃饭的 你明天把我跟他 我啃老公混了一趟 好 那我问你 现在大米多少钱你钱 一斤大米多少利 你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当财政部长啊 你肯定会说 要解决经济问题很简单 只要有钱就行了对吧 我要是财政部长啊 我就新给你拨款五百万 不行你肯定不够用吧 我给你拨一千万 我怎么办你谢谢啊 都说呀这女人是男人前进道路上的一大账 一旦要爱上一个女人 要想再做点什么事 那就完了 要便利地爱上一个女人 又不受她的任何阻碍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结婚 我看你这婚也结了 你怎么还是恢复不了自由身体 我告诉你这为什么 那些什么 你看啊 法律规定 男人二十二岁才能结婚 但是十八岁就能参群 这是为什么呢 你能懂吗 能懂 自己想去吧 接电话 喂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 别脆了马上倒啊 我你走了啊 给我出去封去是吧 你就封打 封打啊 封 他 完了 完了 我 老婆 老婆 不要乖我啊 不要生气哦 老婆 老婆 不要乖我啊 完了 来 老邦 老邦 你听我解释 你就 老邦 老邦 好吧 先上车吧 老邦 怎么这么大碰